你啊 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 知道吧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你一定要记得打给我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又耽误了你那么长的时间 你不是说过吗 我呢 可是唯一一个 能分享你这个秘密的人 走了 这感觉不太妙 我的心 烈和轰柔的燃烧 是不是你放了 喜欢做茶凉 每一天 因为你变得美妙 不 他不是刚走吗 吃饱 我说你这么多年 虽然瘦下来了 你这吃相 可是一点都没变 你不懂 三分练 七分吃 你怎么进来的 我打你电话关机 我自己出密码进来了 我一看灯也没开也没人 我刚才想着自己做点吃的 艾可 你这习惯真好 密码一直都不换 不过 你怎么进来就 我都不懂 你怎么进来 那么太阳 我打他 我本不就这个 就没进去 我本不是 你真的 我一人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进去 我看你说 我自己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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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叫什么 于可欣 就是许多诚的那个闺蜜 于可欣 对啊 就是我之前总跟你说的那个人 上学的时候 替我打抱不平的女侠 你看这多么奇妙的缘分 咱俩的女朋友还是好闺蜜 行了 想什么呢 所以你今儿来找我 就为这个 我这次来呢 是想说你跟许多诚的事 我家可欣为了保护许多诚 没少挨骂 我就想着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起来 看看你有什么独家大瓜 给我们家可欣 近点 我看你才是那个大瓜呢 暗恋人家多久了 理过你呢 所以现在我换战术了 我不暗恋了 我明着追 男人就是要主动 否则迟早量到别人碗里 男人在爱情里 就是要主动 就是要付出 你只有主动付出了 量在别人碗里 什么呀 什么什么 吃完没 吃完赶紧走 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就这么对兄弟啊 走吗 走吗 不走 走不走 我不走 不走也行 你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芯片 我带你品鉴品鉴 什么片 没有啊这 妈 你这找什么呢 我前一阵不是看你这儿放了瓶维生素吗 我想吃几片呢 那个维生素我给吃完了 吃完了 我前两天不是刚给你买了瓶新的吗 那瓶新的我给可亲了 他说他也想买维生素 我就顺手把我的给他了 行 那我再给你买了 你说你这起床啊 能不能先把这被子整一整啊 叠好乱七八糟的 哪像个女孩子 那个 妈 以后房间我自己打扫就行了 你不用帮我收拾了 你自己收拾还不够你乱的呢 我这个呀 叫做乱中有序 你每次帮我收拾完屋子以后 我那东西都找不着了 还乱中有序 有什么可找不 有秘密 我能有啥秘密啊 我有秘密我能不跟你说啊 就是你敢不跟我说 那个我爸买了西瓜在冰箱里呢 你去多吃点水果 这样也能补充维生素啊 行了 知道了知道了啊 又嫌我唠叨对吧 这样不行 迟早会被发现了 这样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喂 嗯 彩元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啊 干嘛 昨晚事被我熬夜了 你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哑巴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别熬夜工作影响健康 嗯 嗯 洗净茬 快 喂 嘉义姐 江南从家出来了 跟着她 我现在过来 诶 瑞格 嗯 问你点事儿 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 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 跟她对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这许多城和展侄林在一块了 没在一起啊 就是她总是 我 我都说是我朋友 你有朋友吗 你哪个朋友我不认识啊 怎么没有 朱连锋不是啊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个人了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呢 就是一株娇花 必须要用心浇灌 如沐春风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一鼓作气 主动出击 为什么要我主动 我跟你讲啊 老景 展智里那小子撩妹可比你强多了 你又没见过你怎么知道 是是是 嘴硬啊 嘴硬啊 嘴硬 继续硬着 前面右转 先去趟有福路 有福路 有福路 得不情行吗 可以啊 老江 你是不是开窍了 是不是想第一时间 把新乖拿给许多城厅 但是我跟着去不太合适吧 当天能泡你锐哥不太擅长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以后我说的话呢 你都得听 你知道吗 我虽然叨叨 但是我叨叨的都在里面上 你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药吧 谢谢你过来看我 我挺好的 那就好 哎 刚听你谈了一段 还不错 你还偷听我上课呀 什么叫偷听啊 作为情行老板 只是微服私房 观察一下员工 有没有在认真工作 你怎么了 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去那边坐一下 我这腿 有的时候就 莫名其妙地疼一下 慢点 慢点 小心一点 你干吗 别动 疼吗 我去 这怎么回事 我 怎么了 这难 我觉得吧 你今天这个发型不太帅了 你有病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 咱今天这身衣服啊 不太适合去见许多长 我见他有什么可穿 什么不穿什么的 要不这样 你别动 你看着我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今天咱们这车特别脏 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去洗下车 处女座你得理解我一下 咱们体面人是不是 洗什么车呀 这都到门口了 别说话 面子冲了 洗个车再回来 走 带你去找随医生 不用了 我真的感觉好多了 你干吗呀 你放我下来 我上周才看过医生 你要是想多活两年 从现在开始都得听我的 没事随医生 您说吧 你现在已经到了发病的阶段 会出现死肢躯干的肌肉乏力 再接下来 可能就是肌肉萎缩了 那随医生 我能谈前天时间还有多少 这个事啊 还得通过一些辅助的检查 才能够判断 只要积极接受治疗 还是可以延缓的 其实我是想问 我还有多长的时间 一般来说 是三到五年 但是呢患者情况不一样 如果控制得好 也可以达到十几年 抱歉 没事 其实我都知道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没准我能多活几年哪 江南 你是来找许多城的吧 他在吗 他跟我问了 这位先生你眼睛怎么了 眼睛有点干吧 这人找不着不在 咱走吧 谢谢啊 先送我去我妈那儿吧 谢谢啊 这里就是上次直播展之灵 跟许多城的秦行吗 你进去看看 好 老方 你继续跟着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不回你微信 你就不会主动联系我 主动找你你给我关机 看我怎么收拾你 收谁啊 谁关机我收拾谁 哦 没事我有充电宝 说 嘉一姐 原来许多城在这家秦行 当老师 教钢琴课 他还会教钢琴 还有 这家秦行的老板 是展之灵 店员说许多城身体不舒服 展之灵陪许多城去医院了 医院 那还不赶紧派人跟着 多好的机会啊 知道了 我出去安排 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呀 托病案解散了之后 我爸给我安排工作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会来医院 所以当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来这里走走 没有想到 你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怎么 难道我看上去 没有烦恼 喊吧 许多城 你要活下去 你要好好活下去 真强地活下去 许多城 加油 许多城 你要加油 加油 我喊出了奖军舒服多了 该你了 我又没有 真的吗 我才不信呢 我眼前 着体ota 啊 啊 啊 你啊 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 知道吧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你一定要记得打给我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又耽误了你那么长的时间 你不是说过吗 我呢 可是唯一一个 能分享你这个秘密的人 走了 起多少 江南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有什么不想让我见到的 你是看到 展芝林送我回来了 许多成 您给我记好 我们是雇佣关系 所以我要求你 以后除了秦航上课的时间 不准再和他有任何来往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这些天你莫名其妙地消失 不见我 现在突然出现又对我管动关系的 再说了 你不让我见展芝林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 你也说了 我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那我跟展芝林之间也是雇佣关系 你们两个突然变得水火不容 现在要把我拉进来战队 而且我觉得展芝林没有那么糟糕 她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 你有什么需要照顾的 我照顾不了你吗 再说 你也不想想 如果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展芝林还会对你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展芝林为了针对你 才故意接见到我 你也不要肤浅得这么可笑 被有钱人追就尚赶着 你再说一遍 被有钱人追就尚赶着 你有病吧 没想到 展芝林那边的进展那么快 要还挺足的 江南 你那个豆芽菜也不是省油的刀 就让你看看它的真面目 烦死了 都怪我这张嘴 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心 Holly 你的罪爱 别绕完子了 说吧 照片哪儿来的 看你 小楠 我想事情是什么样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早就跟你说过 许多诚不简单 现在的女孩啊 手段可高着呢 所以你就找人跟着偷拍她 你竟然觉得是我找人偷拍她 我有这么幼稚吗 还是在你心里 我一直都是一个 卑鄙阴险的女人 是今天早上 经纪人打电话告诉我 说我有人弄到了 许多橙和展智林的料 要卖给真相 如果 我真的要破坏你们的话 我大可以装作不知道 就让他抱出去 反正对我又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考虑了很久 一抱出去 会让你很难看 一男一女 畅游花海 那些记者 本来就是看图编故事 从他们的嘴里 能有什么好话 所以 我就把这些照片买下来了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吧 我不明白 我知道 你之前对我有误会 也知道你现在很讨厌我 但是过去的事情 我不想再解释了 而且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照片 我都已经删了 能帮你的 就只有这些了 自己多保重 希望 我们以后还能是朋友 谢谢 来了 这么着急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先坐 先坐 这照片是哪儿来的 顾佳怡说 她找人买下来的 顾佳怡媒体条件 当着老姜的面 把照片给删了 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 她有没有备份 也没法相信 那个卖照片的人 这也是我担心的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两个 一块儿出现在那儿 总不是角度问题吧 叫她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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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问题 先别吵架 我个人觉得 既然事已经出了 咱们就一块儿 想想解决办法 其实啊 包大人我处理这种事 特别在行 咱们就主动出击 先发制人 你能不能别卖关子 有什么办法 你说不说 我还是别说了 其实我就是想说 你们两个人 住一块儿 干吗这么激动啊 你们得这么想 就这个事呢 很有可能是一件 很好的解决办法 化被动为主动 就算这张照片 以后传出去了 你们俩踏踏实实 安安静静在一块生活 让他们说去办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反正招我影响了 用不用是你的事 妈 你这找什么呢 我前一阵不是看你这儿 放了瓶维生素吗 我想吃几片呢 搬出去 可能是唯一解决办法 怎么着 我想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 我同意 你们两个干吗这么看我 人成都同意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俩都确定好了 我说什么还有用吗 不过我有几个条件 那你说你说 第一 我们住在一起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不能被我爸妈知道 没问题 第二 虽然要住在这儿 但不能算我房租 好歹要管吃管住吧 大人可以 第三 我不睡帐篷 我要有自己独立的小物 没问题 第四 怎么那么多要求啊 第四 江南 你必须要为你之前过分的言语 跟我道歉 什么过分的言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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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浮显得那么可笑 被有钱人追就尚开了 我道歉 你别看我啊 你说 行 那你们说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我的条件我也说了 你们考虑吧 我就先走了 诚诚 不是 你说你那个脾气 你说你怎么就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你说你怎么就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我凭什么道歉啊 男人道个歉能怎么着 你什么都不知道 瞎之什么着呢 那我不是为你好吗 为谁好啊 我困了 上去就先睡了 又困了 你好好琢磨琢磨呀 知道了 这份工作 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 这份工作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 这份工作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 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 许多诚 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没有人跟着你吧 没有人跟着你吧 应该没有吧 我找你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对不起啊 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 你在说什么 前几天我们在花海那边 被人给拍到了 你怎么知道的呀 顾佳一买了那些照片发给江南 我看到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卖照片的人不守信用 一旦照片被流出去 我怕会对你造成影响 实在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用道歉 这又不是你的错 不管他们怎么说 对我来说 都无所谓啊 不过呢 被人关心的感觉还挺特别的 你平时也是这么关心江南的吗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觉得我们两个以后 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你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 你不累吗 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人 怎么样都会遇到的 你阻止不了 你也无能为力 对了 我突然想到 我还有一点事 你自己可以吧 那我先走了 我赶紧来说 我还记得了 我还记得了